我国的一家凌云科技公司最新研究设计出一款两轮电动汽车 外观时尚流畅 有科技感 并且是全封壁流线型 看起来很梦幻 很多人看到电动两轮汽车的外形感到非常好 它到底是定为电动两轮摩托车还是电动新能源车呢 这个以后会有说法 至于它怎么充电和使用 大家知道在彭市或封闭式的电动三轮 四轮车推出的比较多见 产品质量和性能 以及续航各有差异 现今各地对电动三轮 四轮车 现行进行的政策陆续出台 对这类车辆随意上路都有了约束性 人们急切盼望能出台一款遮风挡雨 开着舒适 最好续航远的电动两轮捧车问世 尤其是在一些大中城市交通非常拥堵 给人们增加出行时间等待 也为停车难 让人很困惑 这时候我国有一家陵云科技公司 最新推出一款陵云电动两轮汽车 未来可能在这一方面给予出行一定的缓解 很多人看到这车信息 觉得这款车非常漂亮 具有很强科技感 很适应城市出行 这款车的设计原理跟平衡车有点相似 但是它的技术性又比平衡车复杂很多 有更多的技术包含在内 有壮不到的优势 这款车在2020年3月6日国外媒体报道消息称 日内瓦车展上飞亚特首次推出全新概念汽车 搭载了可以拆卸的锂电池 续航400公里 在行驶可以横着走 已经快两年的时间 有购买意向的人群还很多 他们期待这款车的价格不高 驾驶方便 性能稳定 能够允许上路行驶 在车内特意安装了一个机械陀螺仪 利用智能和机械操纵 保持车辆行驶中的平衡度 即使遭到撞击 也不会被打倒 就像一个不倒翁一样 一直树立不到 这样一来给驾驶人提供了一定的安全性 和正常行驶 其次 技术性强大 舒适度和便利性比较强 动力方面 搭载单独组式叉湿力电池 彻底摆脱充电桩束缚 让充电更便利 用电很省 百公里用电小于7kWh 最高时速能达到400公里 时速120公里 具有百公里三秒的加速度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